Hello 大家好 你們最近怎樣? 過得不錯嗎? 最近真的發生得比較多事 我自己也比較忙 所以少了機會拍影片 但適逢我們這次有一個Long Week End 就來拍一下一些日常生活的無聊Vlog 這麼快我們就來到荔枝閣 這個秋陽文化祭那裡 據說是因為荔枝閣中秋佳節 他們就放了一些市集 其實看到天台這一層全部都是賣食物 然後下面就會多一些本地的手座 例如為皮革、帕塔康、又或者是一些首飾 我們現在正在排這個大月亮 我想晚上拍會比較漂亮 但因為我們待會要去遠征吃這個大閣嘴的素菜 所以我們就先排著吧 他們很有誠意的穿著日式的和服 還有呢這個是Pet Friendly的市集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人帶著他們的寵物一起打卡 然後這個是室內的市集 現在就開始了 這兩燈很漂亮 我遲些都想買一個 不過我看到Pink哥有那些DIY的包包 這樣看其實有很多人 還有這個日本上空的Flyberry 其實這個市集是聯同Tama and Friends的IP做的 我希望蝦蝦有一天三個都可以做一個聯繫的市集 那就不得了了 由於市集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很快就去了位於奧運和大角咀中間的一間素食自助餐 酒肉朋友 現在大家看到是不是覺得畫面和聲音好像有點不同 沒錯 因為我很白癡地按了Slow Mo 所以現在就以為它配音了 但是這間餐廳絕對是私心推介 因為他們除了做自助餐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本地手工仔的醬料 水餃或者業績食物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Description box那裡看一條link去問他們選購 那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它叫做黃金雙花 其實就是西藍花和卓花 那它怎樣黃金化呢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用了鹹蛋黃 因為通常我們現在說的黃金薯片和黃金魚皮 其實都是放鹹蛋黃的 但是因為它是純粽的關係 所以它這個黃金的效果 其實是用南瓜肉來煮的 超好吃的 好像很白癡 很認真地說一概論 其實就是說一個野菜巴 然後這個麻辣木耳其實都很好吃 也有麻辣木耳的感覺 但是沒有橙子那些大辣那麼好吃 所以每一些不是吃得超辣的人都可以接受 還有呢 還有呢 這個是黃耳 平日煮湯的話我們也會保持黃色的 但是因為它這個是掃豬腳薑的關係 它現在是變成啡色 吸收了豬腳薑的汁 好厲害 薑草麵 陰陰 好啦不怕了要專心吃東西 拜拜 好啦吃完四回合之後呢 我們當然要吃甜品 那今天的甜品呢 就是這個紅豆沙 它這間是湯和紅豆分得很開 那所以那些紅豆呢 你還是可以吃到一粒一粒的 這裏是一個不斷吃東西的浪費 我們就來了這個 SomaSoma馬來西亞茶餐室 我們就叫了一個大雜感 一個白咖哩麵 還有一個玻璃魷魚配通菜 share來吃 那呢每人都會有一個這些 肉骨茶的任務 謝謝 然後這個是有少少辣醬的玻璃魷魚 就是白咖哩油麵 這個應該是豬紅 然後有一些海鮮 有些蝦 魚蛋 還有一隻雞蛋 然後最後這個呢 就是雜感肉骨茶 有豬仔腿 三層肉 有些豬皮 豬手 還有雞腳 還有這個是送的響鈴 還有油豆泡 你就可以喝那些湯了 好 這個辣的玻璃魷魚 我想像中的玻璃 很可愛喔 因為平常吃青菜麵的 咖哩油麵 它真的超脆 但這個其實 都是軟軟軟的 其實這間餐廳的位置 就是618上海街 整棟大廈都是一個 好像PMQ那樣的活化古蹟 但我覺得它跟PMQ相比的話 它那些店舖的價格就親民很多 你真的會有成果走進去買 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股像 好了 登登 這間店舖呢 又賣很多 KIMONO 但今年很少機會出街 所以應該都不會買 而且其實買一件都要差不多一千元 有點貴 我也是穿上GU 和UNIQL 然後這一間 RESTORE 也是一些文化保育的小店 之前聽說 他們土瓜華人那裏要收拾 但想不到搬到這裡 其實 舖面更大了 也不錯 香港加油 還有幫著你 幫著你 這一間HONEY 就是專賣一些 可能是以前的餐具 水壺 尤其是這些紅A的膠椅 還有一些特色的碗都有 看到這個 是不是就會想起飯堡呢 還有落台七水壺 現在出了很多顏色 這些 這些 Baby Blue Kiphanie Blue 他們都有出 好了 這個Long Weekend 我們玩了兩天之後 剩下這兩天 就真的要做些正經事 因為其實我都要趁這個假期 去Cash up之前 Online School的一些 預算 然後 還要畫好 飯堡 這個月的Social Post 因為 我的Stock Post 已經用得七七八八了 之後 因為 一直在籌備 一些WhatsApp stickers 和Line的Animated stickers 的關係 我就沒有畫到Social Post 所以我就要 一次過準備完這個月 我想畫八隻左右的Social Post 然後最後 應該就是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吃 因為 接著那個禮拜 繼續work from home 如果不買好東西吃 就會沒有東西吃 對不起 剛剛想打黑了 好 那我們都要真的開始認真做事了 因為 其實我在做東西的時候 是沒有東西好拍的 只會看到我在做東西 所以 今天的片段 就到這裡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種 比較隨便的 Wigand Vlog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要 Like、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 如果你想看之後的Livestream 就記得要按個 Notification Bell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知道了 好 就是這樣 先 遲些再見啦 Bye Bye 呃 我們